政府官僚他們最會用的就是他們之間的依存關係 這樣來搞 那當然你說媒體為什麼不敢講 就是一樣這些智慧信息要宴廢新聞 還有官僚他們做的偽科學 還有當然資訊不對等的平台 講到那個我覺得說誰有去真相 記者不管是記者或者是我們一般的民眾 我們現在要學會的部分我們要看這些訊息 尤其是現在訊息越來越多 以前可能訊息來源很少 現在網路上訊息很多 可是裡面有很多都是假的 我們要花更多的時間去分辨 那當然誰最會扭曲真相 政府官員毫無疑問啊 對不對 三長大企業專家學者也會 真的會因為很多專家學者會要拿來研究計劃等等 還有我們常常看到很多偽科學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好了 咖啡 今天你看到一個咖啡的研究說 什麼報導說 英國的某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研究說喝適度的咖啡有助心臟 改善心臟疾病 對不對 這樣的研究 然後說某個英國什麼什麼什麼 兩個月後一個人講說 喝咖啡可能導致心臟病 是兩個不同階段不同的 可是為什麼會有 兩個都是研究報告 到底哪一個是這樣的 裡面有很多污毒科學在裡面 污毒啊 就是那個 就是偽科學或污毒科學在裡面 可能會藉著很多的研究計畫 你看背後支撐的是誰 回到收肉金嘛 誰 萊克多巴胺是誰做的研究報告 理來啊 都理來啊 對啊 理來都在做那個 做研究啊 他支撐那個研究啊 所以專家學者可能也會扭曲真相啊 法官檢察官律師會不會 會 連你家的小黃小貓都有可能 這什麼意思 你家的小黃 明明就是他那麼尿尿 你才罵他的時候 他一副很委屈的樣子 然後你就覺得說可能是小花 事實上是小黃尿尿 他會扭曲真相 因為你看他 他好像很無辜的樣子 他就 你覺得不是他嗎 可能就是他喔 為什麼 我來講調查報道或者信息報道最大的殺手 我必須要講溫情若是田淚跟文慧玄 這個部分其實是最大的殺手 也是我們一般人 不要說記者 一般人也是 好 我舉個案子 這個案子其實非常有趣 2004年 那時候好像是有一個颱風 我忘記什麼颱風 我有點忘記 10月8號 10月8號 東升新聞 然後那時候武漢有一個獨家新聞 就是說 龍潭那邊有 龍潭那邊有一個叫林雲春 然後他說地下水含有本 龍潭林雲春人喝了自癌 鳥喝了都暴病 獨家新聞 然後晚了之後 當然既然是獨家嘛 晚間新聞所有的電視台一律跟進 那我只 解錄一個部分 就是TPPS晚間說 林雲春地下水 居民喝了出現不適的狀況 出現這個獨家新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五分鐘的短片 我們來看一下